LQR 解析解 先附帶提一下 上次有同學 對於這個對稱根軌跡 這一個方程式有疑問 這方式怎麼來的 這方式怎麼來的我沒有證明 那各位就把它當作是一個結果 他是從 LQR 它的解析解 對應到單輸入單輸出系統 會有這樣子的結果 那這個在空二的範圍裡面 你就把它視為理所當然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去Google一下 打一個譬如說 這個Proof 什麼 這個對稱根軌跡 你就可以找得到了 你就可以去讀它的整個推演 好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 在我們這門課的範疇裡面 你就把它當作是 這個是結果 你就接受它 那比較重要的是 那後面的物理意義 對應的是都很小 都很大的時候 更會在什麼地方 然後呢 還有就是 比如說都很大的時候 這個系統是不肯定的 那經過LQR的控制 它更會在什麼地方 這些特性要了解 好 那我們再回來看 這個估測器跟 或是觀察器的設計 那為什麼要有估測器或觀察器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全狀態回收的時候 我們是假設 這個輸入U呢 是狀態的線性組合 狀態的線性組合 所以為了要 計算這個控制的輸入 你就必須要有X的量測 也就是所有狀態都要量測得到 那這對整個控制硬體 或是感測器的要求是很高的 特別是如果系統的接觸很高 那這個 你就要很多個感測器 那另外一種可能性 有可能系統是很低接的 可是你要安裝感測器 蠻困難的 比如說你要去控制一個 核子反應器的溫度 那你要 你要在核子反應器裡面 放這些溫度啊 或是壓力啊 這些感測器 有時候有它的困難度 了解 那這個估測器或是觀察器 就是幫助我們 這個 能夠透過 系統模型 ABCD矩陣 還有你已知的輸入 然後呢 你可能會放少數幾個 容易放的 或是 或是方便放的感測器 這個Y對應的是你的量測 那你透過ABCDU跟Y呢 我希望把X把它估測出來 所以有可能這個系統有十個State 那你的感測器Y呢 可能只有三個 那我希望透過這三個量測 還有這個U的資訊輸入 然後ABCD系統矩陣 我能夠把X 把它估測出來 那 那這個估測器的基本形式呢 它的 open loop的形式 就是我們是把原來的狀態方式 是把它重寫 只不過 我們是把這個狀態方式 寫在軟體上面 然後呢 狀態變成是X hat X hat是我估測的狀態 或是我在這邊 我把 系統跟它的 這個 估測器的方塊圖 我把它畫出來 所以我們有輸入 乘以B矩陣 我寫過來一點 這邊是B矩陣 然後這邊是X 然後這裡是A 這裡是G分器 然後這裡是C 這裡是Y 我這邊畫的方塊圖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系統狀態 可以嗎 那 所以 這裡 BU加上什麼 AX 加起來 所以這個訊號是什麼訊號 什麼訊號 什麼訊號 BU加AX是什麼訊號 X dot 所以X dot 然後呢 經過積分得到X 對不對 然後呢 X再乘以A矩陣 再拉回去 X乘以C的話 得到Y 當然這邊積分 會有起始條件 就是你起始的狀態 那這裡畫的方塊圖 對應的是什麼 這個方塊圖對應的是什麼 這個是物理還是數學 還是程式 這是物理 這就是你們的馬達 如果是做的是馬達的系統的話 這邊就是你的電壓 然後呢 這裡面這些物理的交互作用 這裡Y呢 可能就是你的轉速 可以嗎 因為我們第二次實驗要做轉速器嘛 所以我就會有一個量測 把這個轉速 有一個展測器把轉速量測出來 所以這是物理 可以 可以 那 那我這邊 這個 這個固測器 它是一個 如果要用類比電路來實現的話 它就是一個電路 如果要寫程式 寫 寫 寫在這個MCU 或是寫在電腦上面呢 它就是一個軟體 那這個固測器呢 它是拿 輸入進來 輸入進來 看你馬達 給它多少電壓 那這邊呢 這個 這個 你就把電壓 輸入到 這一個固測器的電路 如果你要用電路來實現的話 那如果這邊是電腦的話 那你就買一個介面 叫做AD的介面 把這個 類比的電壓 變成一個數位的訊號 看有幾個位元 如果兩個位元的話 那這個訊號只有四個 四個位準 0 1 2 3 4 可以嗎 0 1 2 3 或是0 0 0 1 1 0 還有什麼 1 可以 所以你的位元如果越多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個輸入的U呢 分割的越細 量測的解析度就越高 那U拉進來 然後我們來實現一下 來畫方塊圖 把這個固測器把它實現出來 我們先畫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它的 open-loop的estimator 那open-loop的estimator 跟什麼一樣 跟我們系統動態一樣嘛 只不過 這裡是固測的狀態 然後呢 這邊是H 這裡 1 xn 0 0 xn 0 xn 0 好 所以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open-loop的估測器 那這樣的估測器 的缺點是什麼 雖然它 我們是根據系統動態 1比1的 完全copy下來 用同樣的A級證 B級證 可是這樣子的缺點是什麼 我們上次有推導過 它的 這個 這個 我們會希望 這個東西 x2是等於什麼 真實的狀態 跟固測狀態 之間的誤差 我會希望這個 誤差的狀態 希望它怎麼樣 能夠很快的收斂到0 可以 那 那 為什麼會有這個誤差 因為 我們在跑這個模擬程式 或是跑這個電路的時候 這積分器我要給它起始的狀態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在大部分的情形 我根本就沒有去量x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真實的x 0是多少 所以我這邊呢 我會自己塞一個 我覺得可能的 或是我如果完全不知道 我就把它塞0 所以呢 你的估測器裡面的x-hat 估測狀態 跟真實的狀態 一剛開始 通常都會有誤差 那我希望這個誤差隨時間 一剛開始有誤差沒關係 可是我希望隨著時間 它會很快的收斂 很快的變成0 或是接近0 那 如果用這個open-loop的 這個 估測器的缺點就是 這個x-hat收斂到0的速度 跟什麼一樣 跟 A矩正的 eigenvalue 這個是主宰了它的收斂速度 那為什麼 我們上禮拜有推調過 你只是把這兩個式子 做什麼動作 相減嘛 相減的話 x-hat dot等於什麼 x-hat dot等於 Ae的x-hat 所以誤差的動態呢 就是完全由Ae的 eigenvalue來決定 Ae的 eigenvalue如果慢的話 它就收斂很慢 Ae的 eigenvalue如果快的話 它就收斂很快 那 比較糟糕的情形是 Ae的 eigenvalue如果有在 右半平面的話 那這個估測器 完全不能用 因為 誤差會怎麼樣 會爆掉 因為 eigenvalue是正的 所以呢 這個訊號呢 x-hat的訊號 如果 你hit得到這個正的 eigenvalue 所對應的 eigenvector 的方向的話 那它會發散 好 好 那所以我們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方式呢 就是利用回送 我把什麼 y跟cm 兩個相減 這什麼意思 我剛剛在做這個估測器 openable估測器 根本就沒有拿 用感測器的訊號來幫忙嘛 對不對 那這個 儘管這個系統接觸可能很高 我還是花一點錢 找一個方便的地方 安裝個感測器 好 那 這個感測器的資訊 在open loop沒有用到 那我可以利用回送的方式呢 把y引進來 也就是說 這一個 估測的 狀態 我撤離c曲證 我是又得到估測的輸出 是不是 好 那我來看 估測的輸出 或是跟真實的輸出 兩個 我把它做什麼動作 相減得到誤差 那我再把這個誤差呢 我再把這個誤差呢 乘進一個矩陣 乘進一個gap 再把它塞到 積分器的前面 我用這樣的架構 我一直說 所以這邊是一個 feedback 這個 loop 這個 loop 是一個 feedback 好 那 所以這邊呢 這個部分 我用什麼顏色呢 紅色 所以 紅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 估測器 那 這個估測器 可能是電路 也可能是軟體 如果是空二的話 你們還沒有學過數位 微電腦 你們可以用電路來實現 用OP 這邊積分器 這些電 用OP 電阻 這些電容 你就可以把這個實現出來 有點複雜 可是是 doable 可以 那 如果 會使用微電腦 那 這個部分 就是一個程式 或甚至 如果你用個人電腦的話 你用個人電腦 或是你用PC 你的notebook 如果你加入這些 類比到 這個類比到數位的介面 你可以在 你可以用你的 在你的電腦裡面 及時的去讀 給馬達的電壓 馬達輸出的轉速 然後在你的電腦裡面 比如說用MateLab 來實現這個方塊 方塊圖 所以你就在電腦裡面 你就用MateLab 在這個 在算這個XL是多少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這邊這個訊號 這邊這個X是什麼 是真實的 會電人的 那這邊這邊的XL 存在在哪裡 存在在CyberSpace裡面 可以 可以 了解 所以這邊的X 這邊的X如果很大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 一些 一些這個 現實世界的損害 比如這邊是電壓 電流 或是速度 位移 轉動角度 如果很大的話 可能會 會有一些災難性的結果 那 可是這個東西如果很大的話 會不會死人 不會嘛 在電腦裡面嘛 在電腦裡面才發生疑義 它只跟你說overflow而已 了解 了解 可是未來呢 如果我把這個XHead拿來做什麼 欸 我們這邊 我們為什麼要去估測 我們為什麼要估測 為什麼要估測 為什麼要估測 我們估測是為了要做什麼 做控制嘛 本來是U等於-KX對不對 未來如果 我拿這個XHead來做全狀態回收 就來產生這個U 它又變成 本來CyberSpace裡面的東西 又變成什麼 物理的訊號 那時候就會出問題 如果這邊估測的不恰當的話 了解 所以你們要記住 這個是硬體 這是物理世界 這個是你的受控場 這邊呢 是你的電路 這邊都是小訊號 如果是用電路來實現 那個都是小訊號 沒有大電壓 沒有大電流 都是小訊號 都是OP 五福 然後這些電流 也都是很小的 麵包板就可以了 那 或是你用電腦來做 或是微電腦來做 這個就是程式 固測器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estimator 這是我們的plan 好 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咧 如果採用了這個 比較完整的固測器的架構的話 它的 固測的狀態會變成 A減掉LC 乘以X hat A減掉LC乘以X hat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L乘以0 我沒有做回溯 它跟原來是一樣的嘛 是不是 好 那加了這個L 有什麼好處 加了這個L 加了這個回溯 加了這個L 有什麼好處 我就可以去改變 這個誤差動態 它的什麼點 極點 跟 eigenvalue 了解 它的極點化 eigenvalue 就不是 但純粹由A來決定 是由A減掉LC來決定 所以我可以藉由挑選L 我可以設定 我希望極點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有五個極點 五個極點全部都在-100的地方 所以呢 它的特徵方程式就是S加100的幾次方 五次方 對吧 對吧 好 那 所以我就會有它的特徵方程式 那因此呢 一個最簡單的做法就是把這個L L1 L2 L3 帶進去 然後呢 去看A減掉LC 它的特徵方程式 去match A減掉LC的特徵方程式 的系數跟什麼 S加100的五次方 這兩個五次的系數 把它match起來 你就可以把L1 L2 L3 把它怎麼樣 算出來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邊 第一個想法 用matching coefficient 用比對系數的方法呢 跟先前 全狀況回收 A減Bk 把k帶進去 跟A減Bk的特徵方程式 跟你設定的目標特徵方程式 互相做系數的比較 是一樣的 了解 了解 好 那 這個A減掉LC 這一個 這個是我 估測器的 這個 系統矩陣 那 各位回想一下 我們先前在 算全戰後回收 我們要去看的 Clock-Soup的矩陣是什麼 A減Bk 對不對 是不是 我要去挑 K 來讓A減Bk的 eigenvalue 在我所要 在我希望的地方 那這邊是 要挑L 來讓A減掉LC 這一個矩陣的 eigenvalue 在我想要的地方 可以 可以 欸 這兩個問題有點類似 是不是 就是 只不過 先前的K 是在 後面的 我要去挑選的矩陣是在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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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減的 這個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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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一個就是被減數 這個減數 對不對 在這個減數的後面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L是在什麼 在前面的 了解 了解 所以如果 如果我們這邊推倒之外 是Cl的話 那就天下太平了 所以A減叫Cl 那我要去找L矩陣 來讓A減Cl的 eigenvalue 在我希望的地方 那 如果是這樣的問題 我可以把什麼東西 完全套用 我可以把 這個 這個 全狀態回收裡面的方法 完全套用 是不是 什麼Controlable chemical form 或是Ackman's measure 什麼完全套用 了解 可是我這邊不行啊 因為我這個是在前面啊 不是在後面啊 了解 矩陣相乘是沒有什麼率 交換率 矩陣相乘 你不能把 把這個Lc換成Cl 那就可以用了 沒有啦 這維度完全不對 可以 可以 我要記住 矩陣 這個很多同學在 比如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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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跟 n 這兩個矩陣 m是1乘n n是1乘1 兩個乘起來 幾乘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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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1乘1嘛 這是一個數字嘛 那 如果是m呢 乘起來變成幾乘幾 n乘n 可以 如果是m是100的話 m是100 m是100 你跟乘起來變成一個數字 這邊 乘起來就變成一個大怪獸 是不是 100乘100的矩陣 了解 矩陣相乘是沒有 結合率 沒有這個交換率的 好 所以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問題跟全狀態回獸 的這個選擇 你的game matrix 這問題架構很像 可是 矩陣的順序又不太對 那我有沒有機會 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把這個問題稍微重組一下 那 我是不是有機會可以用原來的方法 來解決 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問題 那這樣的思維在工程上 或是在這個 這個 這個 理工學科上面 數學上面 常常被使用 我們遇到一個新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不會 不是去找一個新的方法 而是我們看看 它跟舊的問題之間的關聯性 想辦法把它轉換成 舊的問題的形式 用舊的問題的解決方法來解決它 請問一下 每次都閉上 每次入院